大家好,又是我們白駭街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 今天就是香港8月份麥芬圖派貨的日子 剛才我們剛剛完成了 Batman Animation 30周年紀念產品的那一條片 這次當然成城追擊就拍了其他Figure 大家看到這次我們要拍的當然就跟這個 Batman真人版電影系列有關的東西 就是之前我們在影片中說的傳說中的 這一款,第三款的Batman figure 其實很邪惡的就是 當我去到這個店鋪的時候 我是沒有廢了這一款產品 因為我一直以為它只是這一款的補貨 我一直以為是來的 直到我跟那位前媒星在聊天的時候 突然間我們兩個就發現到 原來為什麼它墊高了 原來它後面是有一張黃座的 沒錯 沒有理由,你應該看不到有閃電特效 完全忘記了 而且它不是兩隻都有閃電特效 那時候你沒有意義 對 當然 實際上也說了要買的 所以馬上就買了回來 不如我們不要說那麼多了 馬上打開去看看 跟這隻有什麼分別 好了 這張The Rock就安放在黃座上 供大家景仰 現在大家看看這隻Black Adam坐黃座的樣子 當然是非常之霸氣 但是當我們看到這張黃座的背面的時候 就立即霸氣盡室 對 由於這次這隻The Rock 官方沒有加價 所以大家也預料到這張黃座 其實它後面一定會偷膠 不過我們想不到的就是 這張黃座的偷膠情況 就比之前的奧米加黃座更加嚴重 對 大家可以看到 這次的The Rock黃座 由於膠料比較少的關係 所以它是比這個黃座更加輕身的 不過幸好The Rock 就較有份量 所以 放下去 也很穩陣的 不如我們再試試把The Rock 放在黃座上 都做得非常之靚仔 非常之穩陣的 接著當然就要對比一下 這隻Black Adam 我首先拿出這個 之前我們玩過的 普通路仰版的Black Adam 那我就拆開閃電特效 讓大家回應 現在我們從頭看回到腳趾 這隻Figure幾乎是完全一樣的 除了它們右手的手型有分別之外 我們再拿出 之前也玩過的斗篷版 對了 如大家所見 其實這次這個黃座版 整隻Figure 連上胸口閃電的圖裝 都跟這個路仰版是一樣的 而它右手手掌 就跟這個斗篷版的右手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大家還沒買這隻 其實可以考慮為了這個黃座 就放棄兩條閃電特效 看看大家怎樣選擇 由於這次我們這隻黃座版 Black Adam 這個玻璃和之前的兩個版本 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大家如果想看可動的話 就可以看看我們畫面上 這隻黃座版的可動示範 好啊 你覺得這次的黃座是怎樣的 由於本身 官方是未有官圖 這個產品 所以 我們一直都推上 它是這個 The Rock 電影的那張座椅圖 其實現在你對比這張黃座和那張圖 它的花紋和形狀是差不多的 其實很相似的 但是呢 亦都有分別 而且在視覺上 看上去好像這張黃座比較細 我不知道是不是 可能那個 椅背那兩個是龍靈馬 我不懂分 那兩個動物圖騰 那個弧度 和本身那張宣傳圖 就有點出入 就是電影的宣傳圖 所以看上去那張座椅的感覺就有些少差距 而且這次座椅的圖裝呢 雖然它都乾淑了一些金屬式上去 但是它原本是一張 我們叫做鴨屎綠 一張鴨屎綠塑膠式的 紅A牌膠椅來的 所以呢 這個感覺上的確 霸氣是盡失的 尤其我看到背後 就是 它採上一張膠椅的這個 這個想法呢 是令我揮之不去的 但是總括來說 由於它沒有加價的關係 所以我都覺得 不是有所值的 但是如果你問我 要這個閃電特效 或者是黃座呢 可能這次我就選閃電特效了 其實我都一樣會選個黃座 因為其實 竟然 其實閃電特效 現在有很多代替度 黃座其實就少一些 而且你要配合那套戲 那套造型的黃座 就更加之少了 其實也對的 因為像現在我們展示出來的這個為例 其實呢 它的風格 都可以配合這個漫畫版的Black Adam 不過 如果我們多玩一些造型 我自己就喜歡閃電而已 所以 兩者都是任君選擇的 今次就是我們這個 黃座版Black Adam的極速開箱 真的好像未試過這麼快 如果今次的影片不喜歡 也可以看看 不妨放你下我們 也記得幫我們訂閱和分享 如果你有什麼想看 可以不妨留言和我們互動一下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